字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金家仁 金家仁 讲仁'&讲士 今天又爆了 今天只要我之外 今天還有8號,歡迎大家來我們的頻道 今天8號為大家報導一件事 什麼事呢?就是香港外賣平台的黑幕 據問8號好像在做罷工 沒錯,從星期二開始,南亞裏的車手都會聯同搞外賣平台的罷工 這裡先講解一下為什麼8號知道 因為它是深入敵陣的 不如8號你解釋一下為什麼你知道內情 因為我認識過一位在南華早報 受過訪問那位T先生 其實我已經認識了他幾乎四年朋友 他最近接受採訪 有關外賣平台如何減薪和搬龍門 即是壓榨外賣員 沒錯 先講一下,今天這部影片的主角一定不是我 為什麼? 因為我很了解國內的美團 餓了魔 京東賣菜 這些國內外賣平台 我知道了,也有用過 但是香港的外賣平台我從來沒有用過 所以怎樣運作呢? 我是不知道的 而8號呢 據問一下 其實你跟我說 早幾天他們都已經試過在尖沙咀罷工 而且你又剛好住附近的 沒錯 所以你親身參與了 那你不如說一下 其實現在罷工的情況 當日發生了什麼事 我曾經我們去看 當日在保內漢1號 即是玫瑰大廈那裡 在馬會那裡 即是金帝漢那邊 就開始準備召集罷工 很多南亞裔的人士 和華人那些外賣仔 都一起去罷工 但當時有那些警察 幾輛UA 衝鋒車 衝鋒車 全部都在清場 那些 規模很大嗎? 其實不是很大的 但醉了中大約十多人 就已經動用很大的警力了 那我就真的覺得奇怪 因為我聽你講 你的朋友叫你去 順便拍了影片 那段影片我看到 喂 小貓三幾尺 但是用不用出動到警察 這一下呢 我是覺得是很奇怪的 你怎麼看呢? 那時候是 大驚小怪 我覺得這個罷工 在基本法裏都說得很清楚 那些 就是POPO 怎麼知道你們罷工 其實他們都在網上平台 了解了 我們將會有罷工行動 在哪裡聚集 之後他們又馬上 找很多便衣去看 即是 那些POPO 就透過外賣員 他們那些是外賣平台 那是監察到 還是有人在裡面舉報 有人舉報 舉報出來 告訴警察 在保留刊一號聚眾 聚眾 就是參與罷工行動 以你所知 我剛才也和你談過 你朋友 跟你說 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狀況 現在的外賣員 就不是那麼齊心 他怎樣跟你說 你只是 現在的群組裡 不是說 每個人都覺得應該要罷工 有部份是 就是 有部份他是反對的 不是說反對 就是不出聲 不出聲 但是 因為我這樣聽你說 為什麼 POPO 十幾人都知道 地點 時間 很吻合 是啊 你去和你朋友去的時候 你放了一陣子的時候 已經 咦 POPO已經出現了 我看到很快 是啊 他們全部都變衣 大部份變衣 看著 看著之後 又認識了很多 很多軍裝 到最後 結局 很簡單 短時間 被瓦解 沒錯 我想問 你和朋友 談的時候 當日 你說你和裏面 很多人 談過 了解過 裏面 現在外賣平台的 營運模式 和架構 你可以詳細 講解一下 究竟 譬如是 Kitta Kitta 即是美團 初初 美團 開始的時候 很誇張 又說 7千元抵心 月入最高三萬 初初他們是這樣宣傳的 沒錯 好 慢慢慢慢 其實不是很長時間 開了 美團大概都是一年多 那在這段時間裏面 究竟 有什麼變化呢 我先說回 有關於美團 即是Kitta Kitta 早期 根據我朋友這樣說 他們有很多獎金 早期時 因為為了想吸引很多 吸引一大批 那些車手 去幫他們送外賣 做了很多獎金優惠 希望多些新人進去做外賣 但是 久而久之 初期時 可以說到明 如果只要你 達到某個目標的話 那 每個星期都有1千元的 額外 bonus 嘩 1千元 沒錯 一個星期 給1千元 1千元 但你只不過是做40張單 據說是做40張單 40張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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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就是做40張單 40張單 那你算一張單 25元 其實你就變相 等於 等於 額外多1千元 嘩 25元一張單 一個星期 即是大約幾錢呢 如果是10元一張單 就4塊 25元大概多3倍 1千2元 1千2元 送40張單 外賣 再給多1千元 就變成送40張 2千多 沒錯 40張單 又有2千多元 你朋友跟你說 對 我朋友跟我說 他就是因為這件事被吸引進去做 沒錯 當時其他外賣平台 例如Deliveroo Foodpanda 那樣 有沒有這樣的獎金優惠呢 當時 因為都是 剛剛 Kitta 剛剛進來 但 Foodpanda 那些都未說有什麼行動 他們都可以這樣營運 大概是尖沙咀的訂單 短途的話 據說他們這樣說 大概就是 按組別計 如果低組別的話 大概是26元 26元一張短途單 你說是Deliveroo 還是Foodpanda Foodpanda 短途單 但是沒有獎金 獎金是要看回時段 如果是午市的話 說你指定做了多少張單 那就會有一個獎金 譬如說 你在午市大概是11點半鐘 到1點半鐘 你做了大概6張單 那就可能有50元 那你做到10張單的話 就有100元 這樣 這是額外代比的 其實 每一個外賣平台 它都有獎金制 沒錯 我先講講國內 你說40單 在香港送的話 一個禮拜 少不少呢 多不多 香港 我是不覺得多 或者不覺得少 但在國內 40單 是很少的 因為國內 一個外賣員 我經常叫美團 我通常見到他 送給我的時候 手上拿了三袋 一單 送一條路線 就已經是三單 我認識國內的外賣員 就跟我說 在深圳 一天送60單 都沒有問題 真的 那好了 剛才我聽了 8號說 平均可能25-6元一單 獎金其他那些不算 但是深圳 只有五個多 六元 最多是 如果是四元 那些就很近 可能在樓上 那些人懶得閒 就故意送到樓上 都有的 那些是四元 視乎距離月定 當然也有十幾元 就是凌晨那些時間 和早上 都是有十幾元 但是在那些時段 那些單是很少的 很簡單 越多單 那些單價 越壓得低 國內就是這樣的 而且如果你說 那些獎金 或者補貼 國內都有的 其實是一樣的 好了 聽下去 香港真是 好像富貴公 二十幾元一單 但是我印象中 記得 剛剛Dedit Faru 和Food Panda 開的時候 五六年前 好像是五十元一單 是差不多 最早前 就是他剛剛開張的時候 為了第一件事 他要吸引一些餐廳 吸引一些車手去做 所以他托高了價位 那隨著呢 現在就是 慢慢慢慢 就是越多人入行 和這件事 就開始人們習慣了 買那些人 就是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的朋友 我自己也不用的 很多朋友 就直接每個月 是給九十元 Food Panda 成為一個會員 然後他就說 是無限配送的 但是呢 每一單 又會有些手續費收的 其實前前後 一個月 他是花百多元的 那我有時候 就不明白的 因為你問我 我自己買賣 那些 那些 他來到 譬如 兩個飯盒 那樣 我會給多十元的 那我 說真的 我一個月 就這樣給貼士 都未必給到一塊水 但是呢 我的朋友 就覺得 不是啊 因為用這些外賣平台 是有得選擇 是好些 那好了 8號 那以你了解 現在香港 這三個 外賣平台 生意好不好呢 其實普遍來說 現在Kita的生意 是比較好些的 就是現在 美團一來到香港 就是好多 相對來說 比起Foodpanda 搶了市佔 都佔了幾多 那你朋友 是不是三個平台都做了呢 我那位朋友 他做兩個平台 就是做Foodpanda 和Kita 兩個平台 那他有沒有跟你說 就是 這兩個平台 現在有什麼優點 或者缺點 其實現在最大的缺點 就是 據他所說 就是 Kita 他現在很持續性 在最近這一個月 就將一些單 就是 譬如說 A餐廳 和B餐廳 兩間餐廳 然後就送去兩個地點 而之後呢 就將兩張單 合在一起 之後再打八五折 將單價 減百五折 簡單來說 譬如說 你是A餐廳 A餐廳 去A的地點 的話 可能是 28元 好了 或者是B餐廳 去B的地點 都是28元 這樣計算 其實本身 兩張單加起來 可能是56元 是的 但是呢 他就要和你打個八五折 八五折 大概圍回 可能只有49元 或者50幾元 那些 其實這些外賣配送費呢 是 那個 餐廳給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餐廳給 其實是 公司 就是 Kita 給的 那那個店 不用出成本嗎 那個店 它 只是給那個費用 就是 那份餐 假設那份餐 可能是100元 這樣 而 外賣平台 只是抽佣的 可能是在抽35% 嗯 也有些可能是 大家很熟悉的 或者是大公司的 可能是在抽25% 因為我有朋友 也說過 我有朋友說 只是抽25% 譬如我選了100元 100元 我也是抽25元 就是 100元 一個菜 譬如江炒牛河 在那個 外賣平台那裏 就賣100元 嗯 那麼 Kita 就會貸25元 沒錯 那那間餐廳 就75元 沒錯 那我遇到一件事 就是 我發現 在那個 那個平台上 報的價格 跟它的店吃 的價錢是不一樣的 沒錯 那店呢 其實在賣75元而已 但是 那個 網上的 Menu 或者是 Kita的Menu 就寫100多 沒錯 其實就是羊毛出自羊身上 是啊 沒錯 對不對 那你買了之後 又要額外給配送費 如果你不是那個會員的話 你是不是要另外給配送費 如果你不是會員 就要額外再給運費 運費多少錢呢 運費 按照路程 按照路程 大概如果 如果 根據別人來說 可能 短途的 最短好像是8元 8元 如果長途的話 可能30幾元 40幾元都有 會是在方方面面 都是收了 叫外賣的人錢 沒錯 那整個平台呢 沒有什麼營運成本 就是它賺光了 它純粹是一個系統 就是一個系統 要維護系統 那裡要付錢 基本上 整間公司 就是靠系統去做事 其實我真的希望大家有了解一下 其實香港的外賣平台 和國內的call那些滴滴打車平台 其實那個原理也是一樣的 他們平台的 維持的成本很低 幾台電腦幾個人就搞定了 我就想問一下 國內的車手 那是很有趣的 他們要自己買車的 自己買制服的 自己買社保的 後期才成功爭取到 國內的美團幫他們買 但也不是完全給了 好了 那我也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跟你朋友那裡 聽過呢 他有沒有向你透露過 香港的外賣平台 是否需要買保險 以及車是否要自己出的 車是自己出的 車是自己出的 保險方面其實就是 其實是外賣平台 他要負責的 但是很多 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因為外賣平台 有些不認數 簡單來說 譬如說 如果我駕駛電單車 我駕駛電單車 我8點半鐘開工 8點半鐘 我可以禁制開工的話 但如果假設我在8點半鐘 我出了什麼交通意外 未必會給你錢 未必會收到賠償 這跟國內一模一樣 是啊 其實是一樣的 國內很多新聞都是這樣的 都是說 喂 就是 就是他的 那麼 他做他自己的事 在 他上班以外的時間 然後出了意外 就不關我們事的 沒理由保證你24小時 人身安全的 是啊 那麼他自己上班 回家的路程 或者走去休息的時候 不屬於送餐的路段 而發生意外 國內就不賠了 沒錯 香港也是一樣 香港也是這樣的 但是那個 保險是 就是外賣平台買的 嗯 就不是他自己拿錢出來的 不是 那跟國內有一點點不同 不過就是國內是 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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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送完呢 是成功爭取得回來的 嗯 都是透過罷工的 那麼其實有一件事呢 我也想和 各位網友和伯豪分享一下 其實罷工成功與否 到最後呢 就是他會不會加回 一些錢給你們 沒錯 那其實呢 就做配送員呢 嗯 外賣仔 目的都是這樣 嗯 那在國內 上一年呢 潮傘區呢 就有一件事呢 就是 有一班呢 當地的配送員 為了獎金 和單價而罷工 那很有趣的 因為呢 潮傘呢 越落後的地方呢 那些規矩就越寬鬆 難得就自然少些 那些地方呢 還有很多美女 真的去送美團 武漢我都見過 不過武漢那些呢 不知道是 送美團 還是送真正的外賣 大家明白吧 哈哈 我看過很漂亮的女孩 我也看過 因為七、七、八 也有的 男女都有 所以那些呢 可能是做其他事的 嗯 但是呢 潮傘那些呢 新聞報道過 我也做過一條片說 就是 嘩 竟然 當日 就是他們罷工 美團呢 就不買他們怕 就在外省那裡 就調了一些 炒傘回來 嗯 足足呢 就單價呢 潮傘那裡 六、七元 他就給足十元 十二元 然後呢 就想著呢 當地的那些呢 配送員會死死地氣 妥協 誰知道 那些潮傘的配送員 空前團結 很團結 好了 到最後逼到 國內的美團 就維持了 所有之前承諾給他們的 獎金 補貼 和單價的 嗯 就是買他們怕 但是這次香港呢 這班呢 配送員罷工 外賣仔罷工 結果是怎樣呢 現在暫時來說 就是說 會再 會再 就是藍、亞、裔那些 會再 將這個罷工升溫 如果 假設 三個平台都不找這些代表出來 會去商討一下這件事 或者大家 作為一個談判的話 就會 罷全日 全部一起罷全日 在全香港各區都要罷 罷工 你好像跟我說 你朋友 發了一些圖給你 說 他們走了去勞工署 是呀 沒錯 他們走了去勞工署 遞了信 遞了信 遞了他們的主任 講解外賣平台 如何去壓榨他們 壓榨那些 薪金 薪金方面 其實就不是第一日 外賣平台 都很多次了 其實這些問題 已經很早之前 起碼坐底五六年前 都已經試過一次 Food Panda 都罵過很大的 都已經是 又罵到別人 走去尖沙咀鐵路大廈 鐵路大廈 在哪裏 在七岩道南 甚至是扔雞蛋 扔臭雞蛋 都已經試過了 已經是 扔到主任的頭上 好了 你又看過了 你朋友送一天外賣 譬如當六個鐘 用現在二十多元的單價去計 那麼他最低和最高峰呢 你朋友跟你說大概賺多少錢呢 都是看當時的單量多少 簡單來說 如果是比較上 中午飯市 我就當是十一點鐘至兩點鐘 即是中午那段時間 我用二十四小時 就是十一至十四 十一至十四這段時間 大概這三個鐘頭內 起碼要找到一個鐘頭 要找到一百二十元的兩月 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基本上就不合格 你的意思就是 最旺就是下午這段時間 中午 即是你朋友給過你看 給過我看 他就說這段時間賺得最多錢 其他那些時間呢 都不是那些熱門時間 或者總之過了下午兩點之後 那些人就不叫外賣 不是不叫 也叫得少些 少些 但是那時候大概 一個鐘頭 可能剩下七十元至八十元 一個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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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一個鐘七十元到八十元 好像跟做麥當勞差不多 麥當勞低一點 但是 但是你相對來說 大家想想想 你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 有很多外賣員 其實那些步兵 他們其實不是真的 拿著腳走的 他們是自己用單車踩著去的 那你要想想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外賣員 他們是踩著單車 其實在馬路都幾十元 香港比較好 國內他們因為地方大 一定是會用電動的電雞 國內就用電雞 香港又不合法 所以香港的外賣員 我經常都覺得是辛苦有價 因為真的要踩單車 我想問 其實外賣員是否分了地區範圍 是否只有兩公里之內 如果你計算電單車的話 就可能大概五公里都見過 這麼遠嗎 這麼遠都試過的 我見過是五公里都試過 因為我在國內叫的外賣平台 一般都是顯示兩公里 最多都是三公里範圍以內 再遠一點可能我自己就看不到 因為就是 如果你在香港 三公里 五公里 其實已經是跨區 沒錯 跨區 即是你朋友有時候都會跨區送的 我朋友沒有跨區送的 是一些電單車的車手 電單車的車手 電單車車手 或者是私家車 那那些會不會 那個單價又不一樣呢 單價又不一樣 就是電單車 電單車和私家車 那個單價和步兵都不一樣 電單車是會高很多 高一點 因為有油費 有油費 但是大家想起大問題 最近一段時間去減價的話 其實對電單車來說 都是 都吃虧的 即是他們都減虧 因為是 說真的 有些大部分電單車一天 起碼座底都賺到1500元 就是 平時 過去 1500元至1600元 很濕碎 一天 但現在是縮了大概四成 四成 這麼誇張 四成 那你想一下 四成的話 價位大概跌了多少 可能只剩一千元至八百元 比較鬆 前陣子 真的 有一位 在小紅書 那裡很紅 就說自己送外賣 一個月月入差不多五萬 那個人 你們認不認識呢 那個人是賓仔 是啊 是啊 其實說真的 沒什麼可能 就當一個小時 大概都是送到三張單 如果三張單 大概 我就當 圍回八十元 好嗎 八十元 八十元計 我就當你回到十個小時 好嗎 都是八百元 八百元 我就你三十天都做完了 都是二萬四 那何來有五雞 很難 你朋友 叫做 一天翻幾個小時 我那位T先生那位朋友 就是南華早報受訪的那位朋友 他起碼坐第一 起碼都做十個小時 他都跟我說 如果上到山 上到山就是過千 撿到的了 真是 什麼叫上山 上山過山 過山就是過千元 過一千元 就是當日如果做到過一千元的話 那天真的撿到的了 但是大多數都做不到的 大多數可能圍回到七百元 這樣 這個位置 中位數 那會不會日日開工呢 他日日開工的 那老實說 如果你是 計算一條數 如果你當六七百元一日 其實在香港都好過打工 是好過打工 但是 你要想一件事就是 他要承受了一些一定的危險性 即是說真的 可能是那些 可能是被車撞到 不出奇的 真是 我計算一下數 當他一兩日假 這樣 當三十日的話 就七三二十一 大概一句都兩批東西 可能是鬆一點 如果努力一點的話 或者有一段時間 可能是特別日子 譬如新年 新年多不多人叫 你知不知 新年他們都說了 沒有人叫 因為今年 不知道為什麼 是差了很多 我也覺得是 因為我自己新年 生意都差了 不知道外遊還是怎樣 即是說 新年大時大節 都不會突然之間 會多了人叫外賣 其實我會覺得 我是不明白的 為什麼那些店 是會找 送外賣那些人 推特合作的 以前不是那些 叫做 送外賣那些人嗎 送外賣那些人 因為那些送外賣那些人 都是時薪來的 很多都 如果是尖沙咀 有幾磅 如果大家在尖沙咀開 即是吃開 有一間叫名苑 名苑是專送外賣的 還有一間雲南米線 在黑得道 那裡 那裡 你住那裡就知道 我住那裡就知道 因為他們說 人工大約是 55元 一小時 當然是貼試自己 在袋裡 但是你想想 其實那些 都是上了年紀的人 去做的 以前我在 太子工作 附近有間 行運茶餐廳 周星馳也拍過電影 那裡 裡面不是有個 叫他埋制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去那間餐廳吃 那些人就專送外賣 那現在 其實 這個位置 就沒有了 少了 少了 還是說 裡面某一些員工 其實他們兼顧著 要這樣做 有一茶餐廳的話 現在是有一些樓面 要兼顧著 因為我叫 外賣那些 其實他們是沒有碰的 那他是一個類似廚房 那樣的 有些像國內那些 美團經營那些 就專門做外賣的 專門送外賣的 那他就 那個店舖 就只是做外賣生意的 那真的請幾個人來送的 我自己叫的那些 就是這樣的 但是 真的 不需要額外付錢的 所以呢 我對這些平台 在香港 其實覺得是 那些費用 老實說 8號你也知道 香港本身 吃東西就很貴的 是 對不對 食碟乾炒 我來看照片 在外面茶餐廳下午茶 我正在說 我大角咀附近 48元 不貴的了 算 下午茶 有 其實以48元來說 大概 一間 如果假設是乾炒流口 有48元的毛利 順利 應該大概有 大概 應該有 三十幾元 三十幾元 順利 就是計算 扣了食材 食材 一未計工 大概有三十幾元的順利 你做過廚房 就知道了 我小時候做過的 我是很了解的 只有幾片肉 是不是 下調味料 加些河粉 還有些芽菜 我都會煮 但是 不同的 你真的要下去吃 你要去坐 好了 我那間已經叫便宜了 為什麼 他送了凍飲給你 而且凍飲只需加兩元 你現在去大快活 大加樂 嘩 你叫一杯飲品 可能要加七、八 或者特飲加十幾元 我自己覺得是很麻煩的 那 下午茶 四十幾 但是正價是多少 七十幾 你晚上吃 一個江炒牛河 同一間餐廳 是七十幾 很搞笑 都是同一件事 那 好了 如果你再在外賣平台叫 就過百 碟江炒牛河 你問我 如果這樣 一天吃兩餐 這樣叫外賣平台 就兩百元 如果一天 一天吃三餐 就三百 一個月 嘩 你這樣吃成皮 我覺得就是在吃那裏 就是你問我這些精打細算的人 真的覺得很貴 還有 好像你朋友那樣 他兩萬元一個月 大概 如果這樣自己叫外賣食的話 就少了一半在吃那裏 是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外賣平台 是沒有可能虧錢的 是一定賺錢的 好了 我們旁觀者 那你不如說一下 你朋友怎麼看呢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壓榨化呢 最後做個總結了 嗯 其實說真的一句 現在的問題就是 那些外賣平台這樣去減 就是把那些人工這樣減 對他們來說 在那個生計上 都已經有一定的影響 就是很簡單 譬如說 我過去我賺開二萬四的 那我現在突然之間 我給你減一減 我要強行再賺多一兩個小時 做多一會兒 那才可以湊到一條數 那其實對他們來說 都已經是有一個有一定的影響 就是賺少了錢 賺少了錢 還有要付出了再多一點的時間去做 那為什麼那些外賣平台 明明不是有虧錢的 為什麼都要這樣做呢 這件事是他們那些行政手段 都說真的一個可能 沒有聽些他們賺不到錢 覺得 我拿國內那個外賣平台為例 一開波 他們真的無論在食客 和那間店 美團呢 都是給很多不同的優惠的 是很誇張的 即是 不用給那店任何的費用 那真的收幾元 就立刻負責 那店就覺得 我不用給任何錢 然後我就做多很多生意 正啦 這樣 就考很短時間 一兩年而已 只要就是 美團 落湖去到那個地區 基本上十間店 有九間店都會加入美團 的 鵝尿磨 都是 一開始就給你很多優惠 好了 除了就是那個數量去到某一定 就是一個量度 譬如他的目標 就是這個五公里範圍 他需要可能是 譬如說 二千間店 一座滿座 那就大件事了 無論是新店和舊店 他都會做一些 考納明目的費用出來 譬如這裏又要收費 那裏又要收費 那裏又要收費 國內的美團 就不同於我們香港的美團 香港的Quita 他只可以做到外賣 國內的美團 是很多不同的行業 都在他上面 作為一個宣傳平台 賣廣告的 那麼久而久之 那就大件事了 那些店 就變成要加上美團 在上面賣廣告 他們才能夠有另外一個市場 就是外賣市場 要不然 就只做那些堂食 那些生意 變成如果真的沒有生意的話 那就真的會吃肚腫 沒錯 那麼香港就沒有去到這樣的階段 我自己覺得 每間餐廳都有生意的 做食都暫時還未死得住 那些餐廳有生意 但是我覺得香港的外賣平台 一個彈圓之地 這麼小 有三間 其實已經過多了 真的很坦白說 國內最大的兩間 餓尿摩和美團 基本上沒有第三間 也不是很大的 你說是否有其他送外賣的那些 派送員 有的 不過他們不是送 食的外賣 譬如我在深圳那裏叫叮咚賣菜 什麼意思呢 我想自己家裡煮飯吃 我想賣個 薯仔 賣隻雞 其實我是不用外出的 上網那裏就可以選擇了 有便宜有貴的 那好了 香港又沒有這樣的東西 香港也有 叫什麼名字 Foodpanda也有做 也有做PandaMark PandaMark 我都說我真的沒有用過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Foodpanda 就是差不多三個平台裡面 其中一間 可以買到這些日用品的 例如洗流水 牙膏 飲品 水 脂妝水 甚至 情趣用品 都有得賣的 調味料那些有沒有 有 好像變成一間超市 是的 它有一個PandaMark 這個什麼時候的服務 都很久了 其實都差不多 起碼坐底兩三年了 我真的沒有用過 香港的這種平台 而我說的就是 國內的京東買菜 它好像是一個街市 剛才你說的那些日用品 或者情趣用品 是沒有得賣的 只是賣菜而已 真的 幾種不同的菜 火鍋的底料 或者火鍋的肉片 那間店只有這些 沒錯 但是呢 在國內是有得做的 因為已經開了五六年了 香港呢 我覺得是沒有得做的 真的我覺得香港是沒有得做的 為什麼你走去維康百佳呢 都已經買到了 即是貴一點的意思 再不是就在附近的街市 嘩 香港呢 市區的街市 在旁邊而已 其實就是在左近 是不是在大陸 其實就是 即是如果在深圳那裡 我就住羅湖那邊 你想找個街市大型那些 是要去到東門旁邊 曬布那邊才有的 要開車去的 所以是很不方便的 你說不是的 小小的菜市場都有 沒錯了 這個丁東買菜呢 就是專門打敗 那些小小的菜市場 沒錯了 所以我覺得香港現在三間外賣平台 當然了 剛才你說了 你也知道了 Food Panda也有兼賣其他東西 但是我覺得真的太多了 其實你問我兩間 什麼都夠了 所以呢 為什麼他們是要剪掉呢 我覺得他們很簡單 賺不了錢 沒錯了 其實一年過了之後 在這個 Kita 即是香港美團 其實是去虧錢的 即是 你說這一年 他在平台上是虧的 應該是 據說 Kita說是推了10億出來 去做這些promotion 按照國內的套路 我估計 他今年開始會停一點 但他又不會停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錢還沒派完 一般來說 他要佔領那個市場 想在餅裡分多些 通常是定了兩至三年計劃 國內那些都是 去到第四年 就慘了 尤其是他的目標達成之後 他就開始收割了 國內是這樣的 香港的國吉都是這樣的 所以最後 告訴大家 其實香港現在的外賣的配送員 即是香港的外賣仔 其實他們都挺慘的 阿伯浩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我覺得 唉 多一多一句 有些事情 如果自求多福 唯有就是 如果你說這份工作做不到 就真的找個份 但我很肯定 就是南亞人才最慘 因為他南亞人在香港的圈子裡面 假設他沒有讀書 他進不了去重慶大廈裡面 找換店做事的話 基本上就等同一個廢人來的 那就是黑政府 或者可能是和政府拿錢 拿縱緩那些 那 如果很簡單 你現在是把他那些人工壓榨了 或者是減去薪 那變相 他遲早就搞到躺平了 是不是 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坦白說 沒有最慘 只有更慘 這就是香港的縮影 好了 今天這條片就和大家聊了這麼多 下條片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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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